给大家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这照片的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的 这么严重 兄弟们不是很严重的 不是小伤 三度受伤是很严重的 免得 是不是 不是很严重的 给我的手晒晒太阳 我马上就要放弃治疗了 熬不起的 熬不起的 是不是我熬不起的 二代我是一个 有很多朋友 说我意外出伤 不应该去找政府 我现在严重声明一下 政府不是我去找的 是我 上半年6月6号烧伤之后 我不是眼睛失明了吗 然后脸部毁容了 然后呢 我进医院的时候 一天那时候一天都要七八千块嘛 当时医生跟我爸 我爸从湖北过来 我医生跟我爸说 他说我这个最少要100万才搞得了 给我们尽快去搞钱 那我爸是个农民吗 是不是 因为我爸不是有病吗 是不是 也没有也没有种地 也没干啥 就是在家里玩着的 老妈种点地 也没什么钱 是不是 100万 这一个普通农民来说 哪里有100万 我爸那时候在医院待着的时候 医生说你们赶快去搞钱吧 不要再待着 他这个病没有100万是搞不了的 是吧 所以我的爸才去找同事 带着他去接到办 去找政府 都不知道 那是我在福田那边 然后我在龙华 第一期哪里车费 去一次来一次到100块钱 是吧 所以说是没办法去找政府的 是也是医生叫我们去的 是吧 我实在是说拿不出100万出来 你说几万块钱还是有的 是吧 100万万确实没有 所以我爸他们才去找政府 是吧 不管有没有找政府 再又是有些人 再又是有些人说 你这是受伤了之后 以后发生这个事 你还不会往里面冲 我跟你说 兄弟们做好事的话 做好事的人还是会做好事 不做好事的人 永远不会做好事 是不是 我以前 以前我做八楼的时候 我的一个同事一坐对门 他是煤气起火吧 他是煤气起火 漏气起火之后 煤气都燃了 然后他跑到我对我 我跟他是对门 他跑到我对门过来 他说煤气起火了 他炒菜是煤气起火了 跑过对门 他说怕死 他到我家里面 我就拿我家那个被子 水扬了一凸 扑袭了 如果那是 如果是八楼的话 煤气爆炸的话 那不就挂闭了 那时候是人没有受伤吗 人没有受伤 就没有去找政府 还有一次 是我隔壁邻居的也是的 是的 是电气火吧 电气火 把那个炸一关 用剪 然后把它线一剪 也是的 所以说我那时没受伤 我就没有找政府 再说找政府 也是在我眼睛失明的情况下 我不能动弹的情况下 我老爸都没给我商量的情况下 我们就去 他们去找的 对不对 就是说我洗了之后 如果我那时很严重的话 比如说你一个人 你的手上又失去了知觉 你的脸上眼睛又睁不开 眼部又毁动 在那个情况下 你不应该去找政府吗 是不是 虽然是我多管闲事 我不应该去 我爸 我不是我爸 他们 我爸 我妈 他们不应该去找政府 不应该去告诉人家吗 我是因为这个是受伤的吗 我应该在家躺着吗 是不是 不管国家能不能帮助你 你都会这样 我就是在威胁点 我英勇牺牲了 我不能跟人家说一下吗 我说都不能说吗 是不是 像以前我帮人家那种换我同事 他们救火 然后是那个电气火 那我是没有出事 是不是 出了事之后 主要能管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说 不是说我们需要人家多少钱 就是说些实话 如果我没烧伤的话 我生意现在也很好 都不知道 今年最少少赚几十万 没事这样子吧 现在很多事都干不了 兄弟们 对象也没有了 对象也给人家跑了 是不是 现在就因为我这受伤 现在对象没有了 生意也差了 那不是几万万也能搞定的 兄弟们 生意伙伴也没有了 现在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 是吗 没有那么好做 知道 再怎么说 我都管起来是那个火还是被我铺锡的 火 还是我被铺锡的 虽然我救火不当 那火还是被我铺锡的 我是意外受了伤 那我以前 我的我是我这身不住了 十里面 我以前那个煤气救火成功了呀 然后电气火救火我也成功了呀 是不是 这次是太冲动了 对吧 没有想那么多 但是那个店里面也没有呢 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一个衣服我有衣服交水机扑过去 然后意外受伤了 对吧 所以说有些你们都不敢做这个事情 你们就没有一定要老是下下的评论 你不知道 但是明明我没有去找找政府 是我爸去的 加上以前我在医院的时候 我爸在福田 因为跑了跑了五六次吧 不说找政府要多少钱 我们现在找到个以前找到个接着慢的跑了跑五六次 那个车费都花了五六百说实话 有些网友说话太老虎了 说我就不应该说出来 大哥我是有爸妈呢 对不对 我爸妈肯定心疼我呀 他难道不应该告诉别人吗 是不是 出了这么大的事 差点点人都不在了 那是眼睛这么开了 兄弟们想一下 一个人没有了面貌 那是什么效果 我妈我家是我独生子 我爸也身体不好 我妈也身体不好 以后靠我一个人的 兄弟们 有些说话 要给自己留个嘴德 这不知道 先给大家看一下 你自己会不会去做 再有机会去评论人家 我发出来的视频 是为了这一点流量 因为我拍视频是有钱的 为了把自己的事说出来 然后这一点视频收益 为什么要发的是网上呢 那我因为我要挣流量费呀 我要挣钱了 我是人靠自己呀 是不是